大家好,我是阿勇 土豆炒肉片大家都会做 但是如何做的软糯酱香 火候如何把握 这个就是有计算 往往以下这五个技巧没有掌握住的话 你做出来这道菜不是土豆吃的菜面 就是酱香与肉香无法入味 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视频来具体看一下 具体如何操作的吧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土豆 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买土豆的话,最好买这种脆土豆 也就是黄土豆 土豆学名称为马铃薯 有的地区也叫做洋芋 以及荷兰薯等 这个不重要 以下的视频解说中 以土豆为统一用词 去皮过后的土豆呢 我们用刀把这个土豆一分四半 然后把这个土豆呢 给它切成薄片 片的厚度呢 掌握在三毫米左右 切得太薄容易断裂 切得太厚的话 不容易入味的同时呢 入口的口感呢 里外也会不均匀 切好的土豆片 我们放到水中 给它泡爽15分钟左右 这一步是为了防止土豆演化变黑 也为了吸湿掉土豆中多余的淀粉 下面我们准备五花肉300克 改刀切片 片不要切得太厚 如果肉片切得太厚的话 吃到嘴里就会有油腻感 片切得太薄的话呢 往往的话一下过就会容易断裂 片的厚度呢 就要掌握在两毫米左右 切好的这个肉片呢 我们放到水里 给它抓起上半分钟左右 因为肉片一部分的腥味 来源于收入中的这个血水 这一步会更好的 降低这个肉的这个腥味 往往很多家庭在做着的话 往往会少掉这一步 抓起过后呢 我们挤干水分后 放到碗中 下面我们把这肉片腌制一下 加入少许的食盐 点入少许的老抽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 放入适量的黄酒 下面抓拌到这个肉片的 吸饱这个料汁 抓拌到肉片发黏为止 下面呢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这个生粉 锁住肉片中的这个汁水 最后倒入一些菜油 再次抓拌均匀后 放到边腌制上十分钟 小米椒少许 斜刀切片 大蒜准备几个切片 生姜少许也切片 香葱少许也给它切段 切好后 我们放到碟子里面备用 绿红椒少许 用刀给它片成片 二者主要是为了 给这道菜搭配一个颜色 准备一个碟子 加入少许的黄油 再放入半勺的黄豆酱杯 现在土豆片也泡好了 下面呢 我们把这土豆片的水呢 给它控干 控干后的土豆片呢 我们先放到盘中 起锅放油 温油的时候 我们放入腌制好的肉片 中小火慢慢地炒 炒出肉片中的油脂 肉片出油后呢 我们倒入提前准备好的 蚝油和黄豆酱 炒出这个酱料香 下面我们把火改成大火 放入料头 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再沿着锅边呢 倒入少许的黄油 这部主要是为了 去腥增香用的 然后倒入土豆片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倒入200毫升左右的这个清水 再点入这个少许的老抽呢 给这个菜增个色 不喜欢老抽的可以补放 或者放一些生抽 翻炒过后 改为中火 给它煮上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后 大家明显看到 这个已经开始收汁了 那我们放入少许的鸡精 点入白糖少许 胡椒粉0.5克 食盐一克 食盐不要放多 因为料体本身就是咸的 下面呢 再放入绿红椒 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呢 即可出国装盘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炒肉片呢 入口酱香浓郁 非常的下饭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阿勇美食小处 阿勇将持续为你 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 好感谢了 一分钟 下致 突然 五百